大家好,我是圣浩 欢迎来到 网页设计 Wiz中文教学系列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顾客 换新的购买你的商品 请同学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浩TV会一直更新 关于不用写码的 网页设计 Wiz实用小技巧 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浩TV 除了让生动的网页 来吸引目标客户群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让他们对我有信心 以便放心的购买我们的商品 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只要我们的网页 有这个简单的功能就可以了 这里我会使用 Wiz来作为示范 关于它的链接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只要点击这个链接 就能到达我们接下来要去的网页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得到正确的答案 不管是我们现有的客户 或者是潜在客户 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及时的回答客户的问题的话 这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的话 你尽量在24个小时之内 联系到对方 事先想看 能够和你一直保持联系 和解决你的问题的朋友 你会不会对他感觉到 比较有信任 而这个网页功能就是叫做 contact us 也就是联系我们 这个就是 contact us 联系我们的功能 当然我的影片 并不会分享这么简单的方法 这里我会分享一个 比较人性化的联络方式 在这一集我会使用 上一集已经设定好的 玩页来继续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话 我建议你先看一看 同样的我会把链接换在下面的说明文 点击那个链接就行了 这里我会分享的就是 Wiz自己研发的Wiz Chat 当你点击那个链接过后 你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现在我们点击 Manage and Edit Site 然后再点击Edit Site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设定好的网站了 如果你有添加Wiz Chat的话 你需要点击左边的这个Apps 然后在右上角这边 输入Wiz Chat 选择第一个 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 它的大概的解释 功能和它的Review 所以现在我们就Add to Site 然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右下角 Get Started 这个功能呢 是可以让你在电脑 或者是在手机使用的 现在我们就要去打开它这个功能 打开这个Available to Chat 它能够让你在电脑或者是电话上 接收和回复信息 那么你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对方 同样的 关于这个App的连接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你们可以点击进去 然后下载来使用 不过首先 你必须要有一个Wiz Account 只要点击这个 倒入Apps 就可以在你的电话里面使用了 这个你需要在你的电话里面打开来 然后倒入 这还没有开始 使用它之前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设定 像是我们可以设计它的头 或者是你可以点击这个 来填写一些比较普通的资料 或者是Layout 这些全部都是关于它的设计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来试试看如何使用 先按Save 然后按Publish Now 按Publish Now 按Publish Now 过后 我们按View Site 这就是我们设计好的Wiz Site了 然后那个Wiz Chat呢 就会在右下角 然后我们点击它 然后就是选择我们打的讯息 这里呢就是刚刚我们所填写的一些Setting 好像我们有刚才说要名字跟Email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知道对方是谁 然后以后才可以比较容易沟通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Dashboard 这里呢就会有刚才我们所有的通讯内容 它很厉害的就是它可以写出地点在哪里 它在这个网页带了多久 然后你可以回复它 这边呢也是同步 那么我们现在看手机板是如何的 我们从Inboss呢就会看得到 刚才所有的Message的 它现在在打字塔都可以马上侦测得到 所以算是蛮及时的 我们这边也可以直接回复它 这个Wish Track只不过是在Wish App里的一个小功能 而关于这个Wish App的话呢 我会在下一个影片跟大家深入地分享 如何使用和操作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网页设计不用写的嘛 Wish中文教学的实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我帮你设计你的网页的话 欢迎你联系我 我的email是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